男子这才将目光落在了杨墨身上 皱起眉头来 脸上难以置信的神情 女子 你们怎么能让一个女子治我爹 白老先生呢 不是说让我来找白老先生吗 白老先生听到声音 从人群中走出来 男子认识白老先生 忙上前攻身行礼 老先生 您可记得我 我是陆正 陆家老三 这是我父亲 白老先生点头 嗯 我记得 老夫从前为你母亲诊治过 陆正点点头 向前行礼 老先生 我父亲就拜托给先生了 白老先生就看着旁边的杨墨 就让杨大小姐先诊治 这种急症 我不如杨大小姐 陆正不禁惊讶 这怎么可能 白老先生是京中最有名的郎中 连太医院的人也要敬重他几分 现在白老先生却说自己不如一个女子 季子传已经取完了血 杨墨抬起头 清晰地道 时间紧迫 这里的人愿意给病患输血的都抽血比对 抽血 输血 陆正听到这样奇怪的话 看向眼前忙碌的女子 她说的是什么 她怎么从来没有听过 这是什么法子 用血是什么意思 你们要请巫医过来 这是要做什么 杨墨顾不得回陆正的话 在他看来 如果不及时诊治陆老爷 陆老爷就会有性命之忧 杨墨将手放在陆老爷的腹部 反复按压 每当触及陆老爷的胃部 陆老爷就会有呕吐反射 没错 就是急性消化到出血 现在血都存在胃里 要做胃管 给胃肠减压 杨墨看向沈薇言 将阳肠管拿来 阳肠管又是做什么的 陆正越来越惊讶 眼看着沈薇言 将一个像阳肠样的东西 送到了阳大小姐手上 杨墨看向病患 他要趁着病患 现在意识清醒的时候 将胃管插进去 陆老爷 这罐子会帮你将胃里的血 尽快排出 否则血在胃里凝结成块 呕吐的时候 就会堵住呼吸 一会儿我说吞咽 陆老爷就按照我说的做 陆老爷微弱地摇了摇头 露出排斥的神情 眼睛更是四下里寻找 想要说话 却张嘴说不出来 杨墨想起那个少年 盲看过去 在角落里看到那个人影 他苍白着脸 仿佛是吓坏了 肩膀有些发抖 陆志 陆正皱起眉头 我父亲 我父亲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你说我父教你长枪 是你伤到了他 旁边的陆志摇头 很快却又点了点头 是我 都是因为我 叔父才会摔在地上 然后就 他害怕 害怕叔父因此才会吐血 他将刚才的事 仔仔细细地想了一遍 就是要想出来 到底是哪里出了差错 可能叔父就是因为摔了一跤 所以才会 陆志如同抓住救命稻草 一般看着杨墨 是不是摔到哪里了 我叔父还能治好吗 果然是因为他 自从父亲将陆志 从族中带过来 家中就一直不得安宁 陆志这个文弱书生 本来已经通过了院士的生缘考 接下来 就该好好走他的科举 谁知道竟然改了主意 要参加舞举 真是可笑 他们兄弟 从小习武都没能舞举上入职 父亲竟然会相信陆志能考上 仔细地教起陆志来 躺着的陆老爷 尽力地摇头想要起身 这样的动作 让他面色清白 腔壳了起来 陆正吓了一跳 正不知道要怎么办 却听到旁边的女子吩咐 让病患躺下 快 纪先生带着人去猜血 你们几个按住他 这女子见到这种场面 没有半点的慌忙 而是冷静地吩咐身边的人 陆正开始有些相信 杨大小姐真的有几分本事 别围在这里 都躲开些 将针管准备出来 快 要最大号的 杨末不抬头 按下陆老爷 陆老爷有什么话 一会儿再说 沈危言 将病人的下额按住 病患不太配合 杨末总是不能将管子插好 这样的出血 首先是要保证病患顺利呼吸 然后是输血 止血 白老先生 请您开张止血单方 我让人去买冰回来 我要用冰水和盐 周围人应声四起 大家各自去忙碌 陆家人不知道什么情形 都争愣在那里 将陆老爷送来的下人 已经跟着妓子转抽了血 陆正看着杨大小姐 将那根洋场馆 送向了附近的嘴里 不由地睁大了眼睛 伸出手就想要抓住 杨大小姐 沈危言 忙挡在了杨末的身前 大小姐这是在救陆老爷 说着伸出手 无论如何 不让陆正上前 陆正凶神恶诈地皱起眉头 沈危言心中慌张 却不肯退缩 杨末额头上流出汗来 几次送管子 已经弄得他手上都是鲜血 太吓人了 这是什么制法啊 周围的人都忍不住说道 真的和传言一样 杨大小姐这是 这是用杨的肠子 杨的肠子呀 杨肠还能往人的身体里送吗 陆正听到这些话 伸出手揪起了沈危言的衣巾 将他扔到了一旁 陆少爷 杨末转过头来 你想让陆老爷流血至死不成 既然是这样 又何必送来医馆 本来温婉的女子 忽然之间变得言辞利涩 不让分毫 陆正竟然被说得江丽在那里 这是什么女人 满手鲜血 却似浑然不绝 只是低下头来忙碌 只要别人敢踏进他的领地一步 他立刻就编得尖利起来 陆老爷 配合我吞咽 吞咽 这样你也舒服些 陆老爷挣扎了几项 然后顺着杨末的意思 一点一点的吞咽 终于将阳场馆慢慢的吞了下去 管子还没有送到陆老爷的胃里 管子的另一端就流出鲜血来 天哪 这是要杀人哪 周围顿时一阵骚动 杨大小姐将管子送进去 不但没能让病人的血止住 反而让血流得更多 这样下去 病患必死无疑了 那些血 仿佛将陆正的眼睛也染红了 他现在恨不得 将眼前的杨末和那管子 一起扔得远远的 他刚伸出手 就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气 将他的手腕牢牢地攥住 他挣脱不开 抬起头 意外地看向了蒋平 杨大小姐 杨末听到后面传来的声音 却也没能让他的手停顿 他已经将针管对准了阳场 杨大小姐 你药铺里的郎中不够 我们药铺的郎中能来帮忙 杨末认出了这声音 是旁边周成林药铺里的掌柜 杨末抬起头看向周围 身边的郎中都被打发出去做事了 真的没有几个人 掌柜的道 我让几个人去帮季子转先生 季先生又需要配血 又要裁血 几个弟子都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杨末点点头 掌柜的立即吩咐下去 这是东家早已交代好的 只要宝盒堂需要帮忙 就叫药铺里的郎中和弟子去帮忙 杨末转头看向沈薇言 快去看看冰水和盐兑好了没有 沈薇言忙跑开了出去 杨末开始将胃里的血抽出来 然后问旁边的陆家下人 送来之前已经吐了多少血 陆家下人道 不少了 还吃了止血药 也是没用 这样的出血 要送下去也会被冲走 哪里能起到半点的作用 消化到急性出血 要排除很多种情况 陆老爷的肚子是软的 不是胃溃羊穿孔 剩下的最有可能的就是静脉曲张破裂出血 首先 他又将所有的血抽出来 然后用止血药和冰水混合打进胃中 希望能冷却止血 血一管一管地被抽出来 所有人都看得惊呆了 这样会要了人命 杨大小姐不停地看向季子传 季子传已经在磁碟中配血 十个碟子一起检测 其中应该会有合适的血 快点 快点 所有环节都要尽量快点 才能救了人的性命 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出半点的差错 药好了 沈薇严精冰好的药端了过来 杨末点点头 拿起水晶针管将药抽出来 顺着阳场管灌了进去 那是什么东西 杨大小姐手里拿的是什么 水晶做的 水晶做的桶子 大家正议论着杨末手里的东西 已经有人惊呼 快看快看 都打进去了 顺着阳场打进去了 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方法 从来都没有见过 古籍里也从来没有过 记载类似的医术 眼看着杨大小姐一件件地拿出来 用这样娴熟的应用 周围从开始的嘈杂 到了后面的安静 人这样折腾难道不会死吗 遇到这种事 应该想方设法地止血 而不是将血弄出来 这已经不只是惊世骇俗 而是匪夷所思 杨大小姐的一举一动 明明不符合常理 却没人来阻止 大家只是围观惊叹 冰水打进去之后 杨末看向陆老爷 陆老爷虽然虚弱 却没有完全意识模糊 杨末吩咐沈薇言 再去拿冰水 还要冰水 沈薇言争论了片刻 立刻下去安排 只等了片刻 杨末就将羊肠管放开 试着用针管向外抽 看呐 都变成血水了 杨末不停地将冰水抽出来 旁边端着弹鱼的狼钟 手不停地颤抖 眼睛看着的地方 都是红色的 血配好了 季子传的声音传来 杨末觉得胸口的石头 似是被挪开了些 这才转头 让梅香擦掉额头上的汗 季先生先放好柠檬酸 再抽血 季子转点头 吩咐弟子 接着配血 在他的印象里 一个人的血不够用 换掉了胃里的冰块 杨末准备再打第二次的时候 季先生已经将抽好的血拿来 杨末将羊肠管寄给梅香 然后去拿针扎在了病患手臂内侧的静脉上 血顺着管子滴下来 杨末向季子传点点头 消化倒出血 不是穿孔的情况下 大多数都会用非手术的方法治疗 止血剂和新鲜的全血 现在都用上了 陆老爷的情况 看起来比来的时候稳定多了 白老先生让沈维炎搀扶着 坐过来给陆老先生把脉 杨末继续用冰水和止血药 给陆老爷洗胃 看见没 这就是输血 杨大小姐在纯郡王府用的法子 就那个瓶子 然后用管子接下来 扎进人的身体 血脉不同也能输进去 可不是 那是下人的血 不知道是不是胃管里的水太凉 陆老爷忽然挣扎了起来 杨末低头看过去 陆老爷睁开了眼睛 缓缓地挪动着视线 在人群中寻找 杨末也跟着四处寻找 不一会儿的功夫 陆志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 杨氏正想着 只听到外面传来声音 杨氏 杨氏可在吗 我们是宗世营的 请杨氏过去诊治 人群被推开了一个缝隙 说话的人走进屋来 杨氏 哪个是杨氏 这个人底气很足 仿佛不将这里的人放在眼里 杨末似是没有听到呼吓声 眼睛始终盯着陆老爷 陆老爷的嘴动了两下 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然后伸出手 抓向杨末手里的扬肠管 在众人的注视下 一下子将管子拔了出来 杨末要伸手阻止 却没能夺过陆老爷 陆老爷 杨末话没说完 只觉得踩到了什么 不由的一滑 顿时跌坐在地上 秋童忙上去搀扶杨末 杨末抬起头 一脸的惊讶 秋童不明所以 就算是刚才陆老爷惊险的模样 大小姐也没有变脸色 为何现在却 她低头去看 只见到大小姐坐着的地方 是一滩血 血 哪里来的血 杨末看着自己的手掌 那血仿佛还是温热的 大小姐 你哪里上到了 秋童苍白着脸上来问 杨末摇摇头 站起身 顺着血迹向前走 两边的人忙让开 杨末抬起眼 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陆志 陆老爷彻底将嘴里的 阳长管拔出来 陆志 陆志 杨末回头看向陆老爷 陆老爷虚弱的道 长枪枪头 长枪的枪头 说着忍不住 呕了两口血 脸色苍白 额头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汗珠 跟着蒋平一同来的陆正 听到陆老爷的声音 忙过了去 父亲 您到底怎么样了 陆老爷摇头 我 我叫陆志练长枪 长枪枪都却不见了 在 在陆志身上 我心中一击 这才 看 看看陆志 看看陆志 陆老爷担心陆志 却因为消化到出血 呕吐被呛得说不出话来 大家一直注视着陆老爷 谁也没有看到旁边的陆志 陆志一直担心陆老爷 大约也没有发现自己身上的异样 听着陆老爷的说话 还要挣扎起身 鲜血已经将陆志的长袍下白染红了 如同一条小溪流到杨末的脚下 杨末看向祭子传 祭子传忙吩咐徒弟 快 快将陆少爷抬去床上 弟子转和郎珠上前 抬起陆少爷 杨末这才喘口气 看向周围 刚才他只顾他救治 也没有仔细看药铺里的情形 药铺里里里外外 不少人在张望 江掌柜带着几个弟子 在向外赶人 可是收效不佳 大家像是在看稀奇的事 对着神老爷手上的血瓶指指点点 从来没有经营过药铺 不知道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陆少爷的伤不能被感染 这里这么多人 也阻碍他看诊 第一次在药铺处理病患 就乱成这样一团 杨末看向陆家人 将陆老爷抬去后院 后院 江掌柜一争 那不是小姐平日里休息的地方 怎么能让病患过去 杨末吩咐江掌柜 将厢房收拾出来 将陆少爷也抬过去 除了帮忙的郎中 外面的人不准进入后院去 药铺太小 这样做是权益之计 既然杨大小姐这样说 乡掌柜不敢有异议 忙带着人去收拾 杨末跟着病患 一起去了后院 后院的门关上 将声音隔绝在外 杨末松口气 去看祭子传师徒诊治的结果 祭子传正准备将陆制的衣裳解开 先等一等 杨末走过去 从肩膀上将药箱拿下来放在了一旁 陆志还清醒着 正是询问的时机 陆少爷 你是不是觉得肚子疼 才将裤带绑成这样紧 陆志点了点头 是裤带压破伤口 这才能撑到现在 杨末看向祭子传 季先生 我们要防着解开裤带 先血一下子涌出来 先给陆少爷将血配好 季子传点点头 吩咐弟子胡灵 采血 去看看哪些血 和陆少爷的相合 多亏之前经过沉淀的血 没有扔掉 现在配起来也容易些 胡灵拿好了陆志的血 刚要去配 就听到外面吵嚷起来 我们找杨氏 你们没有听到吗 推开门 一个人影就跑了进来 胡灵要上前阻止 却见那人瞪起眼睛 一手推了过去 杨氏呢 胡灵好不容易才站稳 忙将手里的血 递给外面的沈威严 这才到 杨大小姐在看诊 现在脱不开身 杨氏呢 在电梯上 晨年轻签 后来 含田小姐